YOU! 我是YT 今集繼續跟大家拍開箱片 而今集跟大家開箱的就是 鬼滅之刃 的這個 煙玉噴獸狼 這個的炎柱壁戈 上一集什麼不同 大家開了這個 炭治郎的同一個系列的模型 今集要更正上一集 沒說到 上一集那個炭治郎的模型 是一個異色版的模型 是另一個色樣的模型 其實很早前已經出了 那個系列的模型 跟另一個色系 原色系 所以上一集開的那個炭治郎 就是異色樣的模型 今次開的這個 炎柱大哥 這個煙玉噴獸狼 就是動畫原色的模型 跟上次一樣 看一看盒面盒底 好有型 放好姿勢 準備開炎 呼吸 這個姿勢 相當有型 好啦 我都不說太多無謂的東西 事不宜遲 立刻開這盒 看看吧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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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開了這盒 拆了所有的裝件 組裝好了 然後就 給大家看看實物 那 炎柱大哥 這個模型 原色跟足 挺漂亮 還有呢 顏色上得很鮮色 這次 至少我會覺得 它的鮮色程度 比起以往出炎柱的模型 是更鮮色 顏色是更搶 最重要的是 它披著這件 它最有獨特性的一件 斗篷 這件的斗篷 雖然 因為擺設關係 所以它製造的 這件是硬膠 比較硬身的膠質 也做到 掀起的造型 由於不可動的關係 所以 就不是鐵線類的那種 是一個交易之後 就屈了這個型 相當有型的姿勢 嚴肢呼吸底 不知多少色 色澤方面 比較鮮色 也比較搶眼的顏色 造型方面 跟之前的 炭治郎一樣 都是做得非常仔細的 大家看看 和炎柱的眼神 相當之 很有神髓 不過是否要看一看 就是這個 頭部 看一看 其實是很容易脫的 一刷出來 超容易刷 這個頭 筍位會不會太小 看一看 炎柱大哥沒有了頭 好可憐 更嚴重 在劇場版裏面 比一下 尚研三 一拳 弄穿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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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真的不敢相信 不過 整體上來說 除了頭部比較鬆 水合位比較細 比較鬆 但整體上來說 仔細度相當之高 上色 今次比起 以往的炎柱 顏色更加線色 亦是更像真 這個造型 這個造型 我會覺得 相比上次炭治郎 這一款 是真的出得不錯 再加上人氣這麼高 所以這個造型 一出一發售 就已經搶到七七八八 好 我買一把日輪刀 SAN 嚴柱 這把日輪刀 最重要是看一看 最關鍵的這個位置 惡鬼滅殺 這個字 這樣印上去 印上這個位置 都可以 用的 這把日輪刀 用的 紅色 都是金屬紅的 到健身的那個 靈位 都可以 到較靈身的 做到的 病方面就不太特別了 我會覺得 這把日輪刀 說得漂亮的話 我會覺得 這把 是比炭治郎 那把 炭治郎 日輪刀也不錯 但 因為他那把 實在太平平無奇 沒什麼特色 但嚴柱 這一把 日輪刀的特色 充滿了 非常有型 非常漂亮 準備斬鬼出 嚴之呼吸的 姿勢 好 今次 這一個 我個人認為 做得更好 比炭治郎 我會給他的分數 還是比炭治郎 不可以 不過 始終還是 頭部比較鬆 希望下次 如果出同系列的 時 注意頭部 可以做緊一點 因為 太鬆 其實很容易脫 今集 暫時和大家玩 到這裡 好 片尾再給大家看看 其他位置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鈴鐺 會第一時間收到我最新的影片資訊 另外記得追蹤我的IG、Instagram 大家記得有好玩的東西 就會有我的Player Studio